台湾建國學 歡迎再次收看我們民視台灣學堂 台灣建國學 各位觀眾大家好 還有我們台灣憲法學會的理事長 許慶雄教授好 各位觀眾朋友 主持人蔡教授大家好 各位觀眾 我們延續上禮拜的主題 有關談到所謂中國取得台灣主權 最主要的依據是台灣多數的民眾主張維持現狀 那針對這一點還有一種論點 這邊要請徐老師為我們說明 就是有人認為說在1949年的時候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建政的時候 曾經有發文要求世界各國 必須承認台灣是中國的領土 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但是都受到世界各國有刑或無刑 正式或非正式的拒絕 那從這一點可不可以來間接的推論說 那其實台灣其實不是中國的一部分的領土 需要事情 有關這個問題主要的是在北京跟世界各國主要國家 在建交公報上面一再的列入或要求世界各國承認台灣是中國領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有很多學者專家在早期都有收集很多這樣的證據 舉出來 中國要求世界各國在建交的時候必須承認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我們事實上都遇到世界各國 特別是主要的國家有刑無刑的拒絕 原因是依照國際法 各國沒有必要正面的回應台灣是不是中國一部分的問題 北京這樣主張各國依照國際法是沒有這個義務也沒有這個必要 更重要的是根本就應該回避回答這樣的一個問題 但是我們也必須要了解依照國際法 這個各國拒絕回答或拒絕明確的承認 中國所主張的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也並不表示世界各國這些拒絕承認的國家 認為台灣不屬於中國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必須要理清的一個觀念 我們先說明各國為什麼沒有必要回應台灣是不是屬於中國 北京政府這樣的要求在國際法上在國際政治上都是沒有道理的不合理的 為什麼 美國加拿大還有包括日本等等世界主要國家 之所以對於中國在條約 建交公報事實上就是一個國與國之間的很重要的一個條約 之所以不願意在建交公報來承認中國的主張 甚至用敷衍了事的方法來應付一下 就是說我尊重你這樣 你主張台灣是中國一部分我尊重 我了解到你為什麼會有這種主張 用這樣來敷衍一下 世界各國之所以不願意承認 是因為世界各國依照國際法 認為北京政府沒有權力要求 有無關的其他國家或第三國跟你建交 你沒有權力要求我承認 哪一塊領土是你一部分 台灣是不是中國一部分 世界各國不願意也沒有必要介入 到底另外一個國家你領土到底有多大 哪一塊領土是你的 比如說印度跟巴基斯坦之間有領土分爭 那印度要求世界各國承認這個 分爭的領土是印度的 那各國為什麼要介入呢 為什麼要去承認呢 沒有必要國際法要建交 國與國要建交 政府之間要建立邦交 跟你的領土有分爭 或你認為哪一塊領土是你的 基本上是沒有關係的 世界各國沒有義務做這樣的承認 所以面對中國這樣的要求 加拿大、日本這些國家都表示理解 美國更是用一個 我注意到了你有講台灣是你的一部分 我有注意到 但是不置可否 就是說我拒絕承認 但是拒絕承認中國的主張 跟美國是不是主張台灣不屬於中國 那是有很大的差距 事實上並沒有任何證據指出 世界各國在拒絕中國這樣的主張的同時表明 我認為台灣不是中國一部分 如果有這樣講 那台灣的地位真的有問題 國際社會就不是像今天這樣 來處理中國與台灣的兩岸關係 是 所以徐老師談到說 各國沒有必要正面去回應 這個中國大陸要求說 台灣是不是屬於中國這一部分 而且但是這樣並不能去連結說 所以台灣不是中國這一部分 那我們換一個角度來談 一般的國際社會是不是各國不會要求 他去承認他國內屬於國內相關的事務 甚至要求各國去承認他國內的一塊領土 海外的一塊領土 那這個是不是說各國沒有義務做出這種承認 徐老師可不可以舉一些例子 讓我們觀眾朋友更了解 徐老師 中國在跟各國建交的時候提出這樣的主張 一方面顯示中國北京政權成立的當初 對國際法的研究或理解跟國際社會脫節很無知 所以才會提出這樣的主張 一方面也顯示他沒有辦法有效統治台灣 所以在心裡上有一些自卑感 希望藉由各國的承認來讓台灣脫離不了他 讓他真的屬於中國北京政府的領土的一部分 但是這個是違反國際法 國際社會的基本常識 譬如說中國領土不只有台灣 也有海南島 中國難道也要要求美國承認 海南島是中國領土 寫不完 難道美國也要建交的時候也要跟北京政府講 你要承認夏威夷是美國的一部分 你要承認佛羅里達的海明威住過的keyways 是我美國領土的一部分不是屬於古巴 會嗎 世界各國從來沒有這樣的在建交公報 列出這樣的主張 為什麼 因為一個國家對於一塊島 對於一塊領土是不是你的 那你就要自己去解決嘛 你是不是你領土的一部分 台灣是不是你領土的一部分 中國 北京政府應該自己去處理 為什麼要來要求無關的美國 日本或世界各國來承認呢 這種承認就不但無理 而且變成是干涉一個國家的內政 對不對 萬一你的內政 你的領土 西藏人民要分離獨立 各國怎麼辦呢 我已經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一部分 那我對於西藏獨立以後 我就不能承認他 就不能做什麼 那這個就變成這些跟他建交的國家 就有國際法上的義務存在 世界各國是基於這樣的國際法上的原因 所以對中國要求他們承認 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這樣的主張 都不願意做出積極正面的承認 原因在這裡 那徐老師可不可以再替觀眾朋友 再舉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 讓清楚讓觀眾朋友來了解一下 我想因為過去有很多代表性的學者專家 或是今天很多獨立建國運動的理論 也常常提出這樣的證據 來說明各國不承認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所以有必要在這裡 在簡單的跟各位觀眾朋友 或台灣人民說明清楚 這個純粹是我們台灣要獨立建國 最重要的不是靠這些 不是靠中國的建交公報 各國有沒有復原或什麼 來獨立建國 獨立建國跟這些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不必把這些錯誤 或直接的解釋為 各國不承認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我們再舉一個例子 我們在路上走 然後忽然間有一個人拿一張紙條說 請你簽字承認這棟大樓是我的 我擁有這棟大樓的所有權 那請問你不認識的一個路人 你會簽字嗎 那簽字有效嗎 那這個人更莫名其妙 這棟大樓是不是你的 你自己去證明嘛 你自己去買 買賣契約所有權狀 那就大樓是你的 你為什麼要找一個根本無關的路人 講說請你簽字承認這棟大樓是我的 那這個不是很荒謬 而且沒有道理嗎 那任何有常識的人會隨便簽字嗎 那你簽了字以後不會有糾紛 不會有法律上的責任嗎 這個都是很簡單的道理 各位在路上 如果碰到這樣的人 那你就把他當成詐騙集團 不要理他嘛 誰會簽字 很簡單的道理 台灣是不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中國自己去努力 自己去 來有效統治台灣 那台灣就是你的一部分 你為什麼找第三國無關的歐美各國 甚至一些非洲的中南美的小國 請你簽字證明台灣是我的一部分 可見好像台灣真的不是你的一部分 不然你為什麼這樣沒有信心呢 所以我必須要再講清楚 各國拒絕做這樣的承認 或在建交公報簽字承認 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是根據國際法 台灣是不是中國的領土一部分 台灣是不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 這個是中國自己的事 北京政府你自己的事啊 北京政府你沒有資格要求各國 來介入你的內政你的領土的問題 干涉中國的領土問題 內政的問題 或是做什麼承認 所以中國的領土 事實上到今天還是有很多地方 跟周邊的領國有分爭 難道中國也可以要求美日歐美大國 簽字承認 這些領土分爭的領土 都是我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各國會做這樣的承認 當然也不會 所以各國只是依據國際法上的法理 認為北京的這樣要求是無理的 所以我沒有必要 我也應該拒絕承認這些無理的要求 台灣是不是屬於中國 是你中國自己的事情 跟我們建交的國家 要建立邦交 要設大使館的國際法上的外交事務 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我也必須要再講清楚 這個拒絕或這樣的敷衍北京的要求 也不能直接證明 因為台灣不屬於中國 所以各國才會拒絕對北京提出的要求 做承認 這個也不能畫上等號 事實 我們在講事實 也顯示 從來沒有一個國家 在跟北京政權建交以後 發表聲明指出 北京要求承認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們只是尊重或是瞭解 所以為什麼 因為我們認為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不願意做這樣的承認 有嗎?有這樣的證據嗎? 有任何世界各國在跟北京建交的過程 事後表明 中國這樣的要求我們不承認 我們只是尊重、理解、知道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美國不認為台灣是中國領土一部分 有公開的提出這樣的事實證據來說明嗎? 完全沒有 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指出 因為台灣不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不願意承認 北京政府這樣的要求是不對的 錯誤的台灣不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如果有 那請各位去提出來 請相關的政府官員去找出來 那台灣地位真的會有問題 主張台灣地位未定 主張台灣不屬於中國 就會有很充分的證據 引起國際社會的注意跟爭論 但是有沒有 有 那今天台灣的未定論 或台灣屬不屬於中國的爭論 就不會像目前國際社會所認定的這樣 那中華民國憲法再寫台灣是中國的自由地區 那這個憲法也可以廢棄丟掉 對不對 所以我們必須要認清楚 台灣的建國 台灣要不要成為獨立的國家 也不會因為北京的建交公報 各國有沒有這樣的承認或理解 事實上也有一些小國也不少 應該有幾十個國家也牽制承認 台灣確實是中國領土不可分這一部分 那這樣台灣就不能獨立建國嗎 根本不對嘛 台灣要獨立建國 這些小國憑什麼要來阻擋 難道他們要派兵來平亂嗎 要把台灣打倒 然後把台灣交給北京 你看我依照條約尊重你們的要求 把台灣再歸還給中國 這些小國敢這樣來說 因為我承認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所以我必須努力讓台灣成為中國一部分 可能嗎 所以這個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不管是承認或不承認 事實上都跟台灣獨立建國運動 沒有任何國際法上的效果或關聯性 雖然這些可能會有心理上 或一些政治上的影響 但是事實上顯示出各國顯然對保留 台灣未來獨立建國的這條路 有做相當的保留 我們可以這樣解釋 但是不能依賴這個來證明台灣就是不屬於中國 我們建國這些國家都會來支持我們 甚至我們不想建國 他們也會逼迫我們建國 因為我們認為台灣不是中國一部分 你們怎麼可以自己說要維持現狀成為 繼續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這個事實上都不可能出現 所以我們獨立建國台灣人民的意志 要建國的意志 宣布獨立的決心是核心中的核心 這些所謂建交公報 中國北京怎麼樣無理的要求世界各國承認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都不是決定性的因素 只是肢結的問題 大家不要把這個當認真的當成一回事 來證明它或是來強調 你看你看世界各國都不承認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如果是這樣 那今天台灣的地位真的不是這麼脆弱 中國一天到晚要併吞台灣 世界各國也會站出來講話 我們認為台灣不是你的一部分 你怎麼可以要併吞台灣 是不是 所以這個都是很簡單的 台灣內部或一些理論的自我矛盾 跟國際社會的現實有很大的一段差距 而且是矛盾 不合理的建國理論 那學老師這邊可不可以請您再說明 會不會延續剛剛的問題 各國的這種表態就是一種態度 這種態度包含說 它同意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或不同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是有助於說台灣等同於台灣 如果有一天要去追求獨立建國 這種表態態度讓人家會常常去爭論說 是不是各國自不支持 表不表態台灣獨立的問題 其實跟我們建國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以國際關係的學者 或國際政治的學者 常常都會這麼去談 因為國際政治就是一種大國政治 國家利益優先 而且中國有所謂提出 有所謂的這種三部政策 最近 最近提出三部政策 不支持台灣獨立 不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 也不支持台灣加入國際組織 因為時間的關係 可不可以請薛老師 就簡單為我們稍微說明一下 薛老師請 是的 中國最近又補充提出這樣的主張 三部政策 要求世界主要的大國來支持 來承認這樣的中國的主張 但是我們在探討世界各國 知不支持這些主張之前 要認清世界各國實在也很為難 它不可能搶載 搶載台灣人民 自己要求獨立建國 宣佈獨立之前 先一步說我拒絕中國的這種三部要求 我要支持台灣獨立 各國如果是這樣 那就違反國際法 越主代保就是 人家台灣人民不想獨立建國 你憑什麼在那邊吃飽啊化修 叫人家要台灣快點獨立 所以這個就是重要的觀點 日本拒絕中國提出的三部 當然我們最近也報導 只是日本依據國際法 認為中國這樣的要求是無理的要求 也是一種假設性的要求 台灣根本沒有宣佈獨立 台灣人民根本沒有站起來說要獨立建國 你憑什麼還做一個假設 我們常常說很多政治人都會說 這個假設性的問題為什麼回答 各國也是這樣啊 三部政策 各國這個是假設 台灣還沒有宣佈獨立 你為什麼要叫我們不要支持呢 這個是很奇怪的 所以中國沒有權力要求世界各國 不只是台灣 甚至也可以說你們不可以支持香港獨立 最近香港有很強的港獨的運動 難道中國也要站出來 你們不可以支持香港獨立 不可以支持香港成為國際 那這個就是很荒謬 中國把自己的內部的問題 內政的問題拿出來 要世界各國無理的介入 中國北京政權真的這樣站不住腳 真的這樣虛弱沒有能力 去處理自己的獨立內政的問題 要世界各國來介入來幫忙派軍隊去鎮壓香港獨立運動嗎 所以這個就是世界各國拒絕的主要原因 但是相反也不能說明因為世界各國拒絕 所以世界各國是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 世界各國是支持台灣獨立建國 世界各國是支持台灣獨立的 這個就是我們必須要弄清楚的一個環節 是 許老師提到說 其實你如果台灣的建國的核心中的核心 就是人民的意志 不需要那些知識節節 就直接就宣布獨立就可以了 這是最合情合理最直接的一個方式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許老師為我們 引導我們去思考台灣的前途 以及台灣的跟中國之間的關聯性 那更多詳細更精彩的內容 我們期待下週台灣學堂台灣建國學 再跟大家見面 許老師再見 謝謝 各位大家再見